设计师任何天才的设计和想法都是需要模特来把它呈现出来 而能否很好的诠释这件单品 考验的不单单是模特本身身材的驾驭能力 它的颜值和气场也同样的重要 一件单品在奢华,有无与伦比的设计细节 模特的气场不够强大,也表现不出单品本身的高级感和奢华范 这也是模特也要分369等的原因 西服套装有修饰线条的作用,有呈现更多高级感的细节 在西服套装中,每一个细节都重要 内搭衬衫的色彩和面料,领带领结细微的不同 包括西服套装本身的面料呈现的不同,都分分钟改变气场的节奏 王一博这套西服套装有很多亮点 首先,钻闪的面料,黑色的色调,让这种钻闪的效果更加明显 也符合王一博一贯低调内敛的个性表达 同色系不同面料的丝绸西服翻领,让这件西服外套多了一份层次感 与之呼应的是,同材质同色调的领结的加入 让它的贵族气更加爆棚 修身的整体设计,更强调身材的线条轮廓 把精致感藏在每一个细节当中 王一博内搭的这件白衬衫也很特别,是轻薄感的丝质面料 它低调的光泽感和高级发折射出这件白衬衫的品质发和逼格腔调 虽然依然是白衬衫的诉求,但它表现的更有质感和高级 倒是它空气感满满的发型,更迎合了它绅士的气场和调性 王一博的这套西服套装造型,表达更多的是低调的光芒感和高调的高奢发 剑派的图片,不足以表达它强大的气场 只有在舞台上的它,才是光芒四射的 特别是在灯光的灰映下,它的王炸气场才被完全的激发出来 在穿西服套装的身材要求中,肌肉男是一种帅和酷 细腰扎背的身材才是上上品 它能很好地撑起西服套装的骨骼 也能很好地彰显线条的流畅感和设计细节的顺滑发 把高级感注入举手投足之间 让男人的荷尔蒙随着一举一动之间 气场散发成独有的风景线